立法院今天開議 行政院長卓榮泰率領部會首長進行施政報告 由於本會期是預算會期 更攸關多項人事案 前一天卓榮泰做特別叮嚀部長們 要親自出席展現誠意 立法院長韓國瑜也呼籲藍尾們要用愛質詢 看似一團和氣 沒想到今天一開會 民眾黨立委總拿出手板來抗議 一度來杯葛議程 歡迎卓榮泰院長行政團隊立臨立法院 歡迎詞都還沒說完 立法院新會期第一天 在黨立委就先來個下馬歸 美政老八名立委舉著手板 把竹榮泰團團包圍 不滿NCC代理主委翁伯宗也列席 發動杯葛 沒想到立委也馬上咒駕 立刻反擊 杯葛維持一個小時才散場 其實為了開議 竹榮泰做足準備 會前PO出錄音檔 喊話國會不要成為朝野戰場 也呼應韓國瑜 立法院適用愛出發 跟下令部會首長要尊重立法院質詢 展現誠意 應該要親自出席 院會的時候院長有提醒 我們這段時間不要出國了 我們都要來立法院報到 但兩百兩黨已經放話 將嚴審預算 國民黨智庫更建議黨團 凍結總統府三大委員會30%預算 民眾黨也將針對總統府預算出手 更不排除要封殺人事案 那為什麼要用黑機關 超越組織架構的一些經費支出 那這一點我覺得要為人民把關 可以來充分溝通 我覺得不是用這種 所謂的封殺與不封殺 來做一個定調 國會立法委員監督政府 是天經地義的 國會可以是人民的希望 不要成為朝野的戰場 再也要求23號竹運長 必須先針對電架 抖立法院做專案報告 開議第一天就很不平靜 既有很優略大家才不懂